兄弟们在巴基斯坦赚一万块钱需要多久 我身后这个店铺就是我计划做黄焖鸡米饭用的 前段时间我们把后边的门挪到了前面 这样我们前面就不用担心进这些灰尘了 但是在这边不得不服 本来想做个厨房 弄那个灶台它一直找不到材料 时间拖了半个月了 排水的问题啊我给大家说的 排水啊到时候可能就存在一大口 然后就从后面放个大桶 回头每天用的水之后就倒到外面 它这种结构有个富一楼 根本就没有排水的地方 所以搞起来不是特别方便 我们目前只有这一个办法 刚一进来就看到这边很大面积都渗水了 这楼上好像人走水了 咱们去问一个 从那一上来 这就是后面二楼 好像这个啊 敲敲门 哦下大雨的时候下来的 那怎么办呢有办法解决吗 我们人家有个厕所 但是也是从上面渗水下来的 刚才问了两个邻居 这两个邻居说 是前一段时间下大雨 然后从楼上渗下来的 但是这段时间不下雨了 回头我们找这个管理人问一下 我们今天要过一下大白 时间不能等人了 找个专业的人过来 看一下价格怎么样 这个师傅刚才看了看了 咱们现在去他的店铺 然后问一下最终的价格 这店铺离我们没多远 这全是油漆 7500的 7500 7500 7200 那7500的呗 要几桶大概 两桶 两桶 7500 在这买这个漆 刷的啥的也要单独购买啊 一共是19400卢比 算了算啊 再加上这个人的一万五的工费 一共是消费860块钱人民币 跟你在这了 赶紧躲在车里凉快凉快 把这兄弟一头汗 回来直接就开干啊 你们他有需要帮忙的 让他俩帮忙忙 走买果汁 盯着这个摊好久了 这有卖果汁的 三个桃子三个芒果 只能做芒果了 桃子卖没了 桃子的声音太好了 这个芒果就是有点抽味的 天气太热的原因啊 咱这问问多少钱 一百万千 600 900 150卢比一杯 一杯子 一杯子一百五 也就是和人民币 三块七毛五一杯啊 冰镇芒果汁 这属于奶西啊 每杯里都会加这种纯牛奶 再加一些冰块 再加一些糖 就OK了啊 还挺讲究啊 送个小盘 可以了 喝完再干净点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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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 干净没剩 它这个冰块啊 基本就是自然水 它不会给你整的矿泉水 兄弟们这里工期是两天啊 一个人干 然后说其他人也帮不上什么忙 那个人比较专业 还有给我们补一下水泥 再去一下墙上的脏东西 给我们好好搞一搞啊 咱们两天后见结果啊 咱们下期见 拜拜兄弟们